漁網裡活蹦亂跳的海鱸魚 呈現出健康的金黃色光澤 這是Ameron國際食品公司董事長 萊曉峰在泰國海邊的鱸魚養殖場 從科技人轉型當其養殖漁夫 萊曉峰直言真的很辛苦 甚至一開始連家人親友都不看好 太辛苦了 說實在話 真的太辛苦 我們以前在做電子業 東西壞了 修一修就修好了 魚死了 怎麼樣也救不了 所以剛開始其實損失是很大的 然後不斷地嘗試 嘗試再慢慢去 找出一個平衡的方法 秉持科技人不服輸 勇於嘗試的精神 萊曉峰以益生菌及照氧照浪等 自然養殖創新方式 終於成功養殖出由海鱸魚界 LV稱號的黃金海鱸魚 我們在水的處理 在魚的消毒過程 我們是用比較物理的方式 例如用臭氧 我們有臭氧產生機 我們的一些消毒水 是用食鹽水去電解 把氯分離出來 所以我們走物理的 而不是走化學的 在食品安全上比較注重 再一個就是 我們很密集的能夠去照氧照浪 讓魚有個很好的環境 讓魚能夠24小時在運動 所以它的肉質會更鮮美 第二個就是 燈桶一配合 因為它的飼料的蛋白質特別好 魚養出來特別的鮮甜 第三個 就是我們特別去注重一些自然環境生態的培養 讓魚能夠盡量在原生態去生長 這個就是我們養出一個好魚的一個主要的關鍵 曾經拿自家魚到泰國市場販賣的 Avernon國際食品公司執行副總來驗博 特別強調使用益生菌的好處 益生菌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說我們是生物共存的問題 就是生物共存的話 我們就不需要用到多餘的化學藥劑 那生物共存以後 魚就可以達到最健康 最完美 最安心的食品安歸等級 與萊曉峰合作的統一集團水產飼料事業部負責人 劉海華也佩服萊曉峰父子的堅持 終於成功養出適合消費者口感與味道的海鱸魚 因為它是用天然的這個方式 就是說生態方式去做養殖的 那所以說整個在肉質 還有它的橙色 口感方面 都是會比較接近這個野生魚的口感 除了以冰鮮空運方式將黃金海鱸魚引進台灣 萊曉峰父子更規劃 未來能透過冷凍模式 讓國人不只在飯店餐廳 在家也能享受海鱸魚新鮮美味 我們配合的冷凍廠加工 全部都有一些食品認證安歸 都是已經達到可以出口到歐美等級的 所以在這個部分後面如果在未來 我們可以做到一些冷凍加工的話 那其實事實上一些包裝啊 或者是一些客製化的一些方式 不管是整條魚的或飛力或切成切片的 等等的方式我們都可以進行推廣 事業有成外身為街友女婿的萊曉峰 也透過投入異銷宣傳二十多年的 書院社區理事長的 大一子呂秋千協助 以這次發表會上 新鎮主廚烹瓢的海鱸魚料理便當 慰勞在疫情期間 辛苦守護市民健康的 金融市消防局第一線人員辛勞 我的老婆這邊的娘家在基隆 那我的大姐 她們跟這些環保局 消防局她們的關係不錯 所以想借這一次有好的 Selavi的主廚做的好食物 能夠分享給他們 為了感謝我們消防人員 在疫情期間的辛勞 特別捐贈了三十份的黃金 鱸魚的便當 給我們消防弟兄享用 在這裡我們感謝來董事長 從精密科技的電子業 跨入完全不同領域的養殖業 在一鄉打拼數十年的萊曉峰期盼 這位匯聚他無數心血的黃金海鱸魚 讓國人也能品嘗到 來自泰國的頂級美味 記者張啟燈 台北報導